最近侯耀华要收郭德纲原来的徒弟何云伟了 而且这个侯二爷还说了 等疫情过后就弄个败制 让大家都来参加 听这个消息咋感觉哪里不对呢 这个何云伟又是谁呢 一看郭德纲早期的弟子之一 德云社郭德纲 何云伟显然是云自备的土地 那么当时何云伟为何要离开德云社呢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利益驱使之下 当时的何云伟自己感觉 挣得没有当时的预期多 他和郭德纲除了师徒关系之外 还有就是一个老板一个员工的关系 老板想着省钱 员工想多挣点钱 这是很正常的 至于何云伟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什么理念不合 不合适德云社管理制度等等 我认为这都是托词 就是感觉正得少了 单干自己做的老板得了 还舍不得当时中间云子 要知道何云伟大家肯定是认识 一说何伟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对不对 但是这次要拜侯二爷 确实有点和郭德纲对着干的感觉 当年郭德纲 那可是受了很大人的排挤 因为郭德纲当时没有拜师 投石无门的时候 在于谦老师的引荐之下 和侯耀文认识了 两个人这样就拜师了 郭德纲也算得了师承 相声这个圈 其实是很传统的 可以说追溯一下 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在当时的社会 也算是下酒流 上不了台面 所以说他们这些辈分才这么演 团结 是不是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 就把相声提到台面上来 毕竟是传统文化 还是要讲究这个传承 你没有传承 你再有才华 也没人认可 所以说 就是为了师承 郭德纲才那么卖力的 去寻找师父 其实郭德纲很有才 而侯耀文收了郭德纲以后 很少有人再说三道四了 对不对 但是没成想 侯耀文突然离世了 这个时候的侯耀华 就想把这个遗产寄生下来 在当时也得到了很多人支持 毕竟人家侯家亲哥俩的事 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郭德纲却站出来说 你应该给侯耀文的子女 这才有了他们之间的恩怨 可以说站在他的一个对立面 从人情角度来讲 我是很支持郭德纲的 保护师父的遗产 给师父的子女留点 没毛病 但是侯耀也可不愿意了 不这么想的 这不是明显的和我作对吗 我要替老侯家清理门户 这才有了网上争论不休的 郭德纲和侯耀华的事情 但是方官这次侯耀华 如果把何云伟 纳入土地范围之内 那不就是和郭德纲 又杠上了吗 搬来吧 何云伟是郭德纲的一个徒弟 这下成了郭德纲 一个同辈分的人了 确实有点乱 我这里猜想一下 这如果真收土了 侯二爷侯耀华能交给何云伟什么 你难道是给女土地买包包 还是假的 还是傻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侯耀华快点 拜师赶紧拜师 因为侯耀华说了 疫情过后就收土 那是不是收完土 疫情就过起了 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希望大家在下方点赞关注 好 今天风格半天半 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